我們來討論這個樞紐定理 樞紐定理是一個什麼定理呢 就是說現在我有兩個三角形 那這兩個三角形的話 有兩邊一樣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然後他說如果這個夾角比較大的話 那麼它的對邊就會比較大 也就是說角D如果比角A大的話 那EF就會比BC大 那我們來證明這個命題 怎麼證 因為這個角度比它大 所以我就可以在這裡割出一個角度來 讓它的角度跟它一樣 就是說割出一個角度來 讓它一樣 然後這邊的長度的話 跟這邊的長度一樣 然後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然後這個我叫做B' 對應到B B' 那令DB'跟AB是一樣的 那我再連接起來 把B'和M連接起來 那這個 這個也會跟這個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是S S S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 就全等了 那既然全等以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會比什麼 這個 這一段 跟這一段一樣 那我們看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三角形的話 這個 任意兩邊 這和 一定會大於第三邊 不過現在不是兩邊和 現在要證明什麼呢 證明這一邊 比這一邊大 因為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那我現在只要證明 這一邊比這邊大的話 那這一邊當然就比這邊大 那為什麼呢 這一邊會比這邊大 我們用那個大橋對大邊 我們現在來看 這兩個是角度一樣的 因為這是等腰 等腰 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再來我們看 這是角V 角V 它大於多少 角V就是這個角 角V大於這個角E 大於角E 大於這個角 這個角的話 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E這也是角E 那這個我叫角2好了 角2 用大於多少 大於這個角2 角2 那角2的對邊 是BF B'F 那角V 角V的對邊是EF 那這個大角呢 對大邊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角的那個對邊 EF 就大於這個角的對邊 對邊 角2的對邊 就是B'F 那B'F 那B'F 等於什麼 等於VC 等於VC 所以我這樣就得證了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EF 就大於多少 大於VC 這樣就得證了 是B'F 我們可以製造的 整個 爽 到我們 可以製造的 下方 要不要